南投通往谷坑草岭的149乙线道路 在竹山镇筒头路段有四个危险的法家湾 由于公告禁止大型游览车通行 也严重影响到了草岭的观光旅游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榆林县长张立善跟南若县长林明珍 是共同前往现场来会刊 而最后决定将由南若县政府编列经费大约是430万元 来进行道路的改善 预计年底之前就能够完成 因为山路弯道下载 加上山区常常起雾为了行车安全 因此这条线道149乙 被公告列为禁止大型游览车通行 这也严重影响到了谷坑草岭地区的观光发展 这目前 那时候八六星期都超过两千人到草岭 如果说如果我们进去我们这些村民 做观光的人选择 做观光的人选择就没饭好多了 这次南投县长黎明珍也和云林县长张立善 共同来到现场进行挥抗工作 为了让两县市能有更好的成业发展 南投县长黎明珍也表示 将会由南投县政府来进行道路的改善工作 并且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完成 张县长提出希望我们南投县跟我们云林县来合作 把一十九县的四个南投县建立四个华甲湾 能够来托宽 那么这四个华甲湾的改善经费 大概要五百万 我想为了地方的发展 为了云林县南投县的共同 推动观光 我想县政额花了这个不多的经费 对于南投县愿意编列经费来解决交通问题 云林县长张立善也表示 感谢有南投县政府的帮忙 相信在双方的合作之下 一定能让两县市的观光产业有更好的发展 打通整个交通的任督二脉 那我相信透过两县的这样的一个同心协力的合作 那未来观光事业方面 不只我们云林县会受贵 那南投县也相对的 大家一起互相的联盟 对我们云林县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那我这里代表我们云林县的乡亲 包括我们虎坑乡的乡亲 特别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 林明珍县长还有所有县府的团队 透过两县市的合作 将交通道路做出改善 将不但能够有效提升行车安全 更能够让双方的观光产业 有更好的发展 也期待未来两县市 能有更密切的关系交流 记得将以云林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珍 感谢观看